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误杀一位嫌疑犯而被迫与妻子搬至偏僻的共华村后发生的事情 让人寒毛直立的吃人题材 配上血腥暴力生猛至极的画面 东亚民俗恐怖那味有了 观众看得又爱又怕 也被男主留了幽迷的演技与表现力再次惊讶 那个14岁就打败梁朝伟的男人终于回来了 2004年的嘎玛电影节 梁朝伟带着他和王家伟合作的《2046报汉而归》 在后来的采访中 一向温吞的梁朝伟少见的在镜头前愤愤不平 本来觉得影帝人选 没有人能威胁到我 谁知道被一个小朋友赢了 而这个人正是14岁的柳乐幽迷 当年年仅14岁的柳乐幽迷 透过第一部作品《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 成功获得2004年第57届嘎玛影展最佳男演员奖 游黑的皮肤 稚气未脱的面孔 乍一看没什么特别 但那双眼睛像是会说话 斜飞的眼角下隐藏着坚韧又坚定的力量 曾光芒万丈 也曾堕入深渊 不变的是那双可以诠释一切的眼 只是很多人没有看过电影 也会在某个瞬间 记住《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里 那双少年的眼 麻木和绝望 迷茫和深刻 曾交汇在这一静态的影像里 2002年是知育和正在为自己构思多年的电影 寻找演员 由于一直找不到符合心意的演员 是知育和准备延迟开机 此时事务所递上了一个新来的孩子的简历 黑白夜的夜面也盖不住他没眼间的锋利 是知育和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 请他来见面 当他走进房间的那一刻 是知育和被他双眼散发的力量所触动 灵光一闪到就是他了 对未来一无所知的柳乐幽迷 就这样迷迷糊糊的被推上了演艺之路 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里 柳乐幽迷是演家中的老大 在母亲消失后 独自承担起照顾弟妹的责任 母亲消失后 剩下四个小孩彼此为生 她身为长子 被迫肩负起家庭责任 成为全新的一家之主 在看不见光的角落 贪恋生命并不存在的余温 在是知育和近乎即时的影像下 柳乐幽迷的表演 是一种自然的天真和成熟 电影全程采用纪录片的手法拍摄 温馨真实的镜头下 四个孩子的生命像野花一样 绽放又枯萎 镜头下的他 几乎没有如泉泳般的悲伤和喜悦 但正是这种隐忍 契合了繁长日子里的失落和绝望 也许有人会怀疑 是知育和的这种风格 是否换一个演员在镜头前 做做动作也能成为影帝 但母后花絮否定了这种设想 天赋般的表演后 一定是极济敏锐的感官 杀青后 柳乐幽迷会抽搐和哭泣 这是再技巧型的表演 都无法复制的强大感觉 浑然天成的表演 让他一举打败汤姆汉克斯 梁朝伟拿下了那年的嘎那影帝 这是嘎那影帝 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帝 也是日本第一位嘎那影帝 巨大的殊荣 让他瞬间成为媒体口中 奇迹将士的会心 时代周刊将他称为亚洲英雄 日本政府授予了他 文部科学大臣的称号 一夜之间 他从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 变成了无人不晓 出道及巅峰 奈何高处不胜寒 所有人对柳乐幽迷都有了期待 包括他自己遇到彻底改变人生的机遇 才14岁的他 心里萌发了更为美好的愿景 他欲想登上更高的艺术殿堂 甚至一度想成为好莱坞明星 然而巨大的赞誉成了他的光环 更成了他往后十年的桎 一方面他想进群好莱坞 成为瞩目的巨星 但另一方面 天然的性格也深深地影响着他 腼腆温柔 不善言辞 是媒体对柳乐幽迷最大的印象 面对记者的穷追不舍 他往往要沉默一会儿 然后露出讨好的笑 但这种不参杂志的热爱与纯真 很快被现实的落差 积得粉碎 成名后他作品不断 但他的心态彻底变了 不再将演戏当作轻松自在的体验 而是强迫每一次的表演都要完美 担得起最年轻嘎那影帝的称号 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 随后的电影不仅反响平平 还接连票房失利 扑得毫无声息 回望那段时间 柳乐幽迷说 伴随自己最多的感受是地魔 日本最年轻的嘎那影帝 与这个名号算伴随的 是必须把每一场表演都做到极致 非课班出身的柳乐幽迷 缺乏表演经验 而欲见始知欲合的幸运 不会每一次都如气而至 随后的几年 柳乐幽迷的几部电影 都没有很好的口碑和票房 他从无人知晓变成了无人不晓 又从万众期待变成了票房毒药 人人都说出名要趁早 但没人告诉14岁的孩子如何平衡 自我与外界的期望 加上成名后 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周围的同学与他一下子拉开了距离 那段时间留了幽迷 自闭叛逆 从高中辍学 迷茫 孤独 寂寞 那段最辉煌的日子 也是他不愿提起的来路 没有人帮助他 也没有人指引他 于是他选择结束这一切 再次登上媒体头条 是他自杀未遂的大字报 18岁的他 因为与父母发生争执 一激动 脱了100颗安眠药 幸亏父母发现及时才得到救治 邻居太太得知消息后 很是惊讶 那可是个见了人 都会灿烂微笑挥手 打招呼的孩子呀 表面乐观自在的他 内心秩序早已崩塌 消息一出 曾追捧他的媒体 将其称作叛逆小子 蜂拥而至的电影邀约 极所剩无几 无论是传闻还是真相 成名背后的挣扎与困境 如此真实地展现在众人面前 那是他不想回忆的一段路 自杀风波后的柳乐幽迷 更是彻底地失去了所有工作 终日居家睡觉 事已至此 他选择滑进自暴自弃的深渊 逃进高热量食品里 寻求慰藉 暴饮暴食 让他的体重很快飙升至160斤 前辈中村看三郎 再次看到他 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 言辞极为锋利地 劝他放弃演艺事业 你这个样子太恶心了 前辈的话是刺痛 也是典型 柳乐幽迷忽然明白 如果从前的荣誉 早已成为沉重的桎梏 为何不能定下决心 从后再来 生活的全方位崩塌 让他心态彻底失衡 在最灰暗的日子里 爱人成为他生命中的光亮 在柳乐幽迷二十岁时 他和妻子爱丽突然宣布结婚 当时也是轰动的事件 职业生涯曾鼎盛 也曾至爱 但十五岁遇见的那个女孩 却一直在身边 你是什么时候爱上她的呢 第一次见面 高中入学室上 第一次见到丰田爱丽 柳乐幽迷就迷上了这个 可爱见谈的女孩 两人相当投气地 顺理成章相恋 交往四年 在柳乐幽迷二十岁时 他们突然宣布结婚 引起了日渔圈的大地震 提到英年早婚的原因 爱丽说她坚信 之后都不会遇到 比柳乐幽迷更好 更合适的人 结婚后的两人 很快有了个女儿 看着家人的笑脸 柳乐内心生起巨大的责任感 如果再浑浑噩噩过下去 孩子长大后 面对的将是一无是处的父亲 家人无条件的支持 让他决定重新振作 忘掉之前的荣誉和失败 从头开始 二十岁的柳乐一边通过舞台剧打磨演技 一边四处打工 补贴家用 最苦最累的那段时期 他十个月洗了三千五百辆车 像夺会青春一样拼命工作 后来他在居酒屋做服务员 还被客人嘲讽说 这不是那个柳乐幽迷吗 来给我签名吧 落魄 可怜 成了那几年他身上最大的标签 只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他 再也不像十八岁那样轻言放弃 2014年柳乐幽迷正式重返荧幕 在小丽寻主演的信长协奏曲 特传了一个小角色 虽然一集就领盒饭 他却贡献了令人过目不忘的演技 在错乱的一代里 他演一个以拳头说话的混混 角色对白极少 却能从眼神和肢体中 看出平静下燃起的一团烈火 这部电影入选了寻报评选的年度十佳电影 也让26岁的他拿下了横滨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奖 距离他上次拿到影帝 已经过去了整整12年 握着得来不易的荣誉 他像个孩子一样 哭得气不成声 21年上映的北野舞 自传前野小子 更是让观众看到他 看似无物又细腻的演技 他终于回来了 带着一生俱来的天赋 以及历尽千番的谦逊和努力 那个自称靠着运气 拿下影帝的孩子 终于为自己赢回了真正的认可 回看留了幽迷的来路 他的人生充满了戏剧心 生命中的一次次事故 让他不断碰壁 也飞速成长 再提到往日的经历 他笑着说道 可能是磨难的缘故吧 我能更好的带入角色了 想要得到认可的心情 一如往常 但更懂得调控自我要求 和外界眼光之间的平衡 这是成年人才有的坦然 曾经那个双眼澄澈的少年 终于散发出 笔尖繁星的光彩